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设定格式化条件可以管理一下规则 目前这里面的话 礼拜六元来的规则是这样子 当v-day等于7 可是你会发现 他居然把没有资料当成是 也是v-day等于7 所以我们可以加上一个逻辑 就是要格式化的前提 一定是除了这个条件之外 而且不能是空的 而且 所以而且 对 你想到and 所以我们就是怎么样 在这边 按到了 而且 所以记得在前面等号前面加一个and and是两个都要 第一个是他 一定是礼拜六 第二个条件是 逗点 A2 就是那个除权格里面 你帮我检查一下 它不能是空的 不能 不能是不等于 不等于是小于大于 空的是什么呢? 空字串 然后and有前刮符 一定要有后刮符 好 这样子的话 如果你没打错 理论上按个确定 它应该空白的就不会被格式化了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逻辑 只是说能不能成功 可能就是在试 反正很多东西都试出来了 所以你 因为逻辑上通了 但是问题 是不是真的 达到我们要的预期目标呢? 你按个确定就知道了 好像是我们要的 有没有 所以其实啊 很多东西真的就是理解 透过我们逻辑把结果给做出来 很多东西 也许可能我也没遇过啦 不过就是遇到了 你就要是见招拆招 都要灵活的去运用 所以前面我们讲过逻辑函数嘛 所以 每个每个最后其实就不分的 反正呢 管它是哪一类的函数 我只要用我就想 而且嘛 所以and ok 刮符 weekday 逗点 第二个条件是A2 不能是空的 就像我就说出来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当然喔 你会发现我们这边 除了说可以删除一裂 插入一裂 后来有同学说裂膏也做了 后来改成什么 插入一个裂膏 然后呢 又可以把它删除掉 但最后的话 其实你们也可以想想看 我同学说老师我一裂不够 我希望两裂 两裂的话可以放两个东西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吧 所以不过你可以想想看 如何插入两裂 其实我之前刚开始 同学问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但是试了就知道 然后呢 最后也要把什么裂删除两裂 这个答案在云端上都有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大概就是裂的处理 所以以后呢 你只要遇到类似的状况 马上就可以一键按下去 就做出你要的结果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这个部分 那大概我想时间的其他部分 大概就先讲到这 其他的话像 week day 这个可能比较常用 就是说算什么 算那个我们的 就是哪一天 比如说你哪一天开始 120天之后 这一天应该哪一天 但是呢 不管是 next work day也好 或 work day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说 第一个它一定会避开礼拜六礼拜天 像我们以前是如果不避开的话 礼拜六礼拜天都算公司 可是不对啊 第二个呢 它会避开什么 国定假日 所以如果说你以后啊 假如说你要避开一些国定假日的话 你可以插入函数啊 因为你这边可以自己试试看 这个日期时间函数里面呢 可以找到叫work day 就哪一天就对了 那你可以怎么样 一一start day就这一天 几天之后 120天之后 有没有国定假日有 在这范围 你可以怎么把它避开 那所谓的国定假日 其实不见得一定是 那个政府规定 你知道如果你们公司休假 你也可以把它加进来 这第一点 第二点呢 如果那个国定假日本身 已经是礼拜六礼拜天 你就不用加了 因为它一定已经扣掉了 你再加进去 还是扣掉了 所以多余的啦 所以大概这两点 按确定之后 我们可以算出哪一天交或日期 所以这个还蛮常用到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那刚刚主要是 把那个 我们原来 插入列之后 如果有空白列的时候 它会把 空白的储存格 就是里面是空的 也把它当礼拜六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避开的话 记得就是设定格 收到条件 里面的话呢 你就是 把原来 week day 它等于7 外面包一个and 而且 刮胡 后面逗点 A2 不等于 小于 大于 空的 这样做出来 你会发现 就会做出你要的效果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设定格式化条件 这部分也蛮重要的 因为 很多地方 如果你不会用 像刚刚公式来格式化 那你可能就要写VBA了 当然这个地方用VBAOK 可是实际上 当然 你跟目前实际上的状况 好像能不写程式 就尽量不要写程式吧 否则的话也比较容易出问题 那其他的话呢 像插入空白列 可能变两列 然后另外的话 删除空白列 也是两列 这也许可以试试看 活学活用 当然工作里面呢 如果你工作里面有遇到 列的相关处理 我是建议呢 可以尽量多多练习 其实练习久了之后 慢慢其实 应该就越越熟了 那再来可能要注意一点就是说 因为 VBA3除列 它是不可逆的 所以如果你在做练习的时候 建议是 把原来的工作表 再复制一个之后 再练习 如果你忘了的话 那很麻烦 你给它重开了 不要存档重开 它会有大问题 那应该会有大问题 远导 哪一样 好 看来 合作